这么香 花姐你做牛肉面了 阿姨 你回来了 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牛肉面 你尝尝 怎么样 好吃吗 这是你做的 是啊 阿姨哪 我跟你说啊 没想到小萌做饭很有天分的 冰写聪明 一点就要透 你看我这旁边就指导了一下 他自己折腾了小半天 成了 怎么样 味还行吧 你多吃点啊 我再给你做一碗去 你多吃点 有什么事 说吧 我就是想跟你做一碗牛肉面 没什么要求 阿言 能不能让我去看看我妈 我吃饱了 第二碗来啦 阿言呢 这孩子 小萌 没关系 华姐觉得你做的面好奇了 小萌 小萌 我明天请你吃饭吧 时间理定 对不起 我很忙 好 好 好 阿颜 小猫 为什么不穿鞋 阿颜 没想到 我还能这样安静地和你一起喝咖啡 我们的故事 回到从前 哪怕随着我们的那场再见 感受你 想我的心 还在蔓延 看不见你的侧脸 是否还留在昨天 我想说我爱你 还想说我愿意 不知道你的双手 会不会挽留 模糊的 小猫 花姐 这是蒋先生送给你的花 漂亮 阿颜 我不知道 这是蒋泽送我的花 据我对他的了解 鲜花公事会持续一个月左右 你慢慢享受吧 阿颜 我跟蒋泽 我跟蒋泽什么事情都没有 这是你的事 自己解决吧 我还想跟你聊一聊 我妈妈的事 看什么呢 这么入神 一个度假村的项目还不够你忙的 不够 区区一个度假村算什么呀 坐吧 骆峰体育馆那块地 蒋青城副总裁有什么态度 在报董事会之前 我不需要知道他的态度 我就是想来提醒你一件事 上次资金缺口的那件事情 已经让你有了足够的警惕 我爸他是老江湖了 如果你不把他搞定的话 任何事情都难办 那你呢 你什么态度 我都早就跟你说过了 猎人和猎物之间 永远是对抗的关系 对了 我今天送到家里的花 小萌喜欢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不起啊 我不该刺激你 即使我们是兄弟 但是在追求小萌这件事情上 我不会停止的 如果你想站出来 我也愿意跟你公平竞争 看看小萌最后到底会选择谁 随你便 如果不开心的话 就说出来 说不定有坏坏让让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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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